大家好 我们做完眼睛的运动之后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我们常见的眼睛的疾病有哪一些 包括弱视、近视、肝炎症、 灰纹症、老花眼、清光炎、白内障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这些状况 因为在龙肿对面工作 看到很多人来龙肿 眼科动眼睛的手术 数量真的不少 那今天我特别要跟大家分享的数据 就是要提醒大家 因为台湾有近视王国之称 近视的人口将近1000万人 那已经接近我们总人口数的一半了 所以说比例畸高 应该是说世界第一 所以说今天 我们也调查过就是儿童事例的一个 调查 那根据国民健康级的一个广式调查 就是说 3岁到11岁的这些儿童呢 那就是说他们诊断 到说罗患近视的 这些比例呢 是32.7% 那其中的话就是3到6岁 的这些协龄的 儿童呢 就占了10% 那7岁到11岁的 这些协童呢 他将近高达47.8% 那几乎 每两个人呢 就有一个人是佩戴眼镜的 所以说 这些人口数呢 是逐连逐业的在增加 尤其啊 现在小孩子啊 看到大人玩手机啊 也都要拿一台手机 在那边一直滑一直滑 所以说呢 儿童近视的人口 只会增加 不会减少 所以说 各位爸爸妈妈 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 让我们的小孩 不要年纪这么小就戴眼镜 所以说 刚刚梦莉 姐爱健康 有跟大家提到我们现在 的一个眼睛 的一个疾病呢 大部分 就是落在弱视啊 近视啊 肝眼症 灰蚊症 老花眼 青光眼 白内障 还有就是因为 糖尿病 引起的视网膜病变 看不见是很辛苦的 有一个客人啊 他大概八十几岁了 他就是患有青光眼 刚开始还会来买东西 后来就完全看不到了 都要由他太太 推着轮椅 才能够出来 所以说 我们从小 一定要把眼睛照顾好 因为我们的眼睛 我们这个眼睛 这双眼睛 是我们的灵魂之窗 所以说一定要把眼睛照顾好 听梦莉的话 我们真的有时候 要让我们的眼睛 好好地休息一下 以上是梦莉的分享 希望各位 亲爱的好朋友们 记得 帮我点赞分享 还有订阅 谢谢你们